我重生了 一只六块腹肌的残勇 索性绑定了究极融合系统 只要吞噬其他灵兽 就可以获得其部分属性与能力 于是 有了系统撑腰的我 吞噬双头蛇 吞噬四臂血 吞噬剑背珠 就连神兽麒麟也被我一口吞掉 我叫秦勇 一个立志成为全校最强的男人 今天是我第一百次挑战 全能笑花沉默 我握住笑花的手 现在就和我比白米赛跑了 要是你赢了 我什么都满足你 笑花却羞红了脸 我要你做我男 可早已经在一旁拉伸的 我却没听见笑花的要求 我已经输给笑花99次了 为了赢下这次比赛 我提前调整好了呼吸预热身体 就连体力也是巅峰 呼出意外的没有意外 我输得一败涂地 就在这时大地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 脚下的地面也随之裂开 所有的尸声瞬间全部掉了下去 当然我也不例外 当我在醒来之时 一位自称卫面之神的女子 站在我面前告诉我 我原本的世界发生了大地震 所有人包括我都死于意外 现在我的同学老师 都已经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而我也会如此 另外他将在一世界额外 给予我一项特殊能力 我虽然有些疑惑 但一想到笑花也难难 我那该死的 好胜心顿时被激起 一把按住卫面之神的肩膀 现在立刻马上将我传送过去 而且我要你们这里最强的能力 不管什么条件无所谓 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个究极融合系 理论上可以成为最强 但问题是 那就这样吧 我迫不及待地打断了卫面之神 现在就给我传送过去 这一次我必然要超越沉默 和其他所有的 卫面之神脸底的笑 好吧 这可是你自己选择 要进入那片修罗场 随着一道蓝光落 烟雾散去 顺利重生一世 可下一秒 我发现的不对劲 卧槽 我怎么变成一支月 我拥有号称最强的吞噬融合系统 但我的本体却是这片大陆 最弱的铁皮勇 钉 刚落地我就收到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成功 绑定究极融合系统 种族铁皮勇 防御值0.1% 尼玛这防御值 被自己踩一脚 会被自己踩死吗 不对我连脚都没有 还好极其融合系统 具有无限成长的效果 无限吞噬就能无限进化 甚至重新变回人类 这么说就算 我现在虽然是最弱的铁皮勇 但只要肯努力 我还是可以成为最强的 不过刚刚落地 砸了这么大一个坑 没手没脚 我该怎么出去了 我尝试操控自己的心躯体 但不论怎么用力 都只是原地打补 乌乌原来走路 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谁来救救我了 刚说完坑边 就传来刷刷刷的动物 我吓得连忙睁开了眼 只希望不是这个世界的猛兽 自自知 幸好只是些兔子 看起来和地球的也都一样 一样的毛线了 下一秒坑边的兔子张开 比我屁股还多两半的嘴巴 朝我扑来 达面啊你们不要管 我才帮助你 回想起还是人类是 做仰卧起坐的动作 妖马合一 我一个残射 裹开了兔子的攻击 你们这群怪物 休想这么轻易吃掉小野武 我滚我滚 我滚滚滚滚 不对我连手脚都没有 岂不是要这样一直翻滚下去 于是乎在这奇妙的 翻滚大逃亡中 我看见古致增生的四亿大鸟 白内障不看路的大石 点桃体发炎的鳄鱼 这你马到底是什么一个世界啊 整个森林都是怪物 咔的一声 还在翻滚的我 我直接卡在了大树上 更倒霉的是兔子也追上了 我看着慢慢靠近的兔子 大野荒的一批 兔爷们我就试个勇不要吃我 放我一马吧 可兔爷们完全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张着比我屁股还多两半的大嘴 直接向我扑来 可下一秒就被我吞入狗中 紧接着系统传来一声提示 宿主吞噬融合黄结三级灵兽蹦达土 获得能力蹦达 这就是系统的能力吗 终于可以自由蹦达了 但为什么刚刚吃下去的兔子 在肚子里没有尸感 系统立马做出回应 究极系统连接着另一道空间 你吃下去的灵兽会被储存在空间内 完全消化就可以获得 其部分能力或属性 那就是说我只要一直吃就无敌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身份交换 现在开始我才是狩猎的 都给我站住 双头蛇是把我吞 丁 吞是失败 四臂熊是把我吞 丁 吞是失败 剑被猪是把我吞 丁 吞是失败 可恶为什么老是吞是失败啊 吞是系统 只能吞噬远比宿主弱小货 被完全击败的灵兽 靠你不早说 我这波仇恨拉的 突然那只四臂熊出现在的神兽 然后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大哥我们不合适 你别追我了 眼看前面有个地洞 为了活命我纵身一跃 一记脸杀着地 好痛 这是一阵猛兽呼吸声和铁链卡拉声传来 这是 我的眼前赫然出现一头 被铁链困住的神兽祈礼 挖槽这家伙看起来比四臂熊还可怕 溜了溜了 小家伙站住 身后的灵兽突然开口说道 今日你我遇见便是有缘 我送你一场天大的造化 天大的造化 你不会是想骗我吧 本神兽岂会欺骗你一个小辈 我身后有一个密室 密宝就放在那里 你去一看便知 将信将疑的我来到他说的密室 果然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珠子 吞下他你将脱胎换我 直接提升速度等级 麒麟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如此大的机遇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纵身一跃 一口咬在珠子上 与此同时 灵兽门一颗一模一样的珠子 音声破裂 盘坐在珠子前面的女子 也咳出一口血 困祭兽才出事 什么 旁边的长老们闻言一惊 难道是化天困兽阵出问题了 那可是麒麟 真跑出来麻烦就大 神兽又如何 不过是本尊还未节气的奴仆而已 众长老随本尊去困兽祭台 可就在众人前往困兽祭台的时候 嗖的一声 一只箭矢朝着女帝面门射来 一位长老出手挡下了一击 另一侧一只 直接击杀了另一位长老 这就是灵兽中的实力 真是有够弱 一人一舞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女帝大人女仙 我来负负她 为首的长老女婆说道 想跑 紫英女子怎么会让他们无怨 小白给你 哼 众人一个侧跳躲过攻击 这女子怕是不简单 那就让老夫见识下你狂妄的资本 灵气召唤 是天银狼 可去去银狼 小白干翻她 顿时一郎 而此时的我也不能过来 不对劲 如果这真是个朋友 她为什么要让我 这东西应该是封印她的吧 我说她怎么一动不动 等等 封印 系统我能跨界吞噬无法反抗的龙兽吗 可以 哦 太吞了 麒麟也发现了我的异常 吞我马上吞 只不过 现在我要吞的是你 我出现了 不仅吞了神兽麒麟 还成了女帝的专属龙兽 吞 我马上吞了你 识破麒麟小心思的我一口咬在她身上 吞我 就凭你一只铁皮咏的小身吧 可笑 笑吧 能不能吞这可不是你说了算 吞是系统发动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 堂堂神兽麒麟被我一口吞下 这才是天大的造化呀 系统我变强了多少 落地得我迫不及待的询问系统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 麒麟过墙无法消化 什么那我吞这玩意有毛用啊 对了 我可以运动促进消化呀 为了麒麟那强大的力量 我直接在山洞里做起了运动 与此同时 这么久这麒麟也该消化了吧 丁 本系统消化与生理活动无关 跨界消化需要吞噬大量低阶灵王 靠难你不早说 你也没问 就在这时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飘了起来 难道是麒麟起作用了 就在我吃惊之余 我的身体突然向洞口飞去 以灵为戏 以血为力 魂灵一体 血脉共挤 随着女帝的尼南 我正在飞速向她靠近 她 我的身体直接碰到了她手里的法阵 丁 接触节灵法阵 契约开始地劫 成为本地的灵魄吧 随着阵法运行一阵红光闪过 丁 地劫成功 明语成为女帝的专属灵兽 听着系统提示 我一脸猛滴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红样猛滴的还有女帝 和两位随同的长老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而我望着眼前的女帝竟有一丝熟悉 这张脸 是沉默 此刻女帝一脸嫌弃地拎着我的尾巴 没想到和本地截灵的竟是你这杂者 激火攻心地他直接一口血吐了出来 身后的两位长老 见堂堂女帝竟然与废物结灵 显然已经对灵兽宗没有价值了 经落井下石 趁他重伤直接收走了宗门赐予他的法宝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 吐上 我心里暗骂这两个老家伙不地道 然后转身也准备开溜 丁 提示灵主可以随时随地召唤灵兽 并且灵主一旦死去灵兽也会失去生命 听到提示我的脚下一顿 什么 那现在怎么办 就在我苦恼之际 两道身影从我面前飞出 一人一虎扔向我们走来 好 好强 竟然一击击杀了两位长老 我静静地看着他走向女帝 喂 女人 我开口说道 走路的时候注意看脚下 紫衣女子一把拎起我 一只铁皮蛹还会说话 真有趣 而他也发现了我身上地结灵兽的印记 这就是与你竭灵的灵兽 说好的麒麟 居然竭灵了这么个垃圾 难怪那帮渣子不要你 此时的女帝强撑着身体站起来 和你打 本帝根本不需要灵兽 大言不惨 紫衣女子挥动着手里的鞭子 向女帝打去 而我也被她扔到一旁 她 本就重伤的女帝来不及反应 硬价一击 带着你的废物灵兽一起去死 看着势必要置女帝于死地的紫衣女子 我脑海里想起系统的提示 不行 为了自己的小命 我得保护好她 但我的举动无异于送人头 瞬间我和女帝双双被击倒在地 女帝顿时气息全无 呵 女帝也不过如此嘛 小白吃了她 可恶啊 就在我以为自己就要隔屁之时 一道光照在了女帝身上 伴随着这道光而来的还有一道影子 不对 我立马意识到 这是和我之前一样的灵魂模样 这是沉默 我想起之前未免之神说过 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穿越到这边了 这难道就是沉默的灵魂 我亲眼看着沉默的灵魂 融到女帝的身体里 这就完成转身了吗 而此时的白虎 已经来到转身后的沉默身边 慢着 眼看白虎张开嘴巴 就准备吃掉沉默 我正准备弹身而起 忽然一只手出现 硬生生合上了白虎的嘴巴 然后直接掀翻了她 什么 眼前的紫英与紫顾 不明白短短时间 离女帝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而我同样震惊地看着眼前的阴魂 这熟悉的怪物 还有只压倒性的气势 果然是你 沉默 全能笑话重生灵兽宗女帝 而我却重生六块腹肌的铁皮勇 并且成为了她的专属灵兽 我看着突然被女帝徒手掀翻的白虎 这感觉 错不了 她绝对是沉默 沉默沉默 开心地扑向她 是晴勇 晴勇 沉默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手里的铁皮勇 这只大虫子是晴勇 不我不相信 真没想到 你这废物还能站起来 就在我和沉默相认之时 子依女子不可谐的声音响起 伴随而来的 还有她挥舞手中铁子嗖嗖声 沉默小心 哈 说时时那是快 沉默揪住我的尾巴挡下了这一击 祸曹我心中一惊 这伸手不愧是沉默 但拿我来挡铁子好痛 不对劲 紫衣女子也发现了 原本奄奄一息的女帝变强了 小心沉默 我出口提醒了 你现在应该是某个宗门的大人物 他好像就是找你寻找 你现在的曾经 沉默看着眼前会说话的大人 大人物 我果然在做梦 不过在梦里我也不会败给任何 而此时被掀翻的白虎 也回到了死因女子身边 发出阵阵低谷 显然刚刚被沉默掀翻 他也很生气 来得正好 那就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御兽诀 灵虎万军变 雷霆流星 沉默抱着我一个闪跳 躲开了白虎的攻击 这样一只闪躲也不是办法呀 系统 好歹我也是契约灵兽 难道就没有战斗技能吗 丁 宿主拥有契约技能 武装融合 灵兽与修士签订契约后 可以获得专属契约技能 宿主的契约技能 可以化为女帝的铠底 那你是准备等我死了再用吗 我愤愤地质问系统 白虎天雷破 此时的白虎 在紫衣女子的指挥下张开了嘴 一股精纯的能量 朝我和沉默射了 糟了躲不开了 精纯的能量 直接打在沉默身上 哈哈 这次总该炸死你们了吧 紫衣女子 插腰开心地笑道 浓烟散去 一只附着牌甲的手 出现在她眼前 钉 武装适配16% 只见沉默的右臂上 多了一套盔甲 沉默疑惑地看着死地 这是什么 沉默 咱俩现在是武装融合状态 什么 紫衣女子 见沉默竟然还活着 挥了挥手 小白上 喝来吧畜生 哈 沉默一个大逼斗 打在了她的虎脑上 然后凭借灵活的走位 躲过了白虎的攻击 这惊人的弹跳力和敏捷程度 不愧是我认识的 最强高中生沉默 看着迎面扑来的白虎 好机会 沉默一个蓄力 一拳直接打在她的胸口 哈 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 白虎的肋骨音声而断 直接被沉默击飞出去树拟 好 好厉害 果然优秀的人 就算重生依旧很优秀 呼 随着白虎被击败 紫衣女子也闷合了一口血 怎么可能 现在 到你了 区区一个废物和铁皮友 你们运气好 哼 一阵亮光闪过 此仇联盟必报 浓烟散去 早已没有了紫衣女子的身影 只留下空中两句狠话 何无竟然让她跑 战斗结束 我也解除了武装融合的状态 你真的是秦勇 对啊 回过神来的我连忙向陈墨解释 我们已经穿越了 我之所以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那个女神 给我的特殊能力 听秦勇这么一说 陈墨的脑海里也响起 正是自己向她请求 穿越到秦勇身边的 原来如此 陈墨轻轻地点了点头 只不过我现在变成了一只勇 还成了你的契约灵兽 不过你别高兴的太子 总有一天 会超运你 陈墨听到这笑出的声 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 然后一把抱住了我 你干什么放开我 就在我挣扎之时 陈墨嘴里突然咳出了一口血 然后倒在了我面前 陈墨你怎么 糟了 我立马意识到 难道是之前地结契约 给身体增加的负担 和战斗实受的伤一起爆发了吗 女帝重伤昏迷 却被我舔了个遍 我说我是为了救他你们信吗 地结契约和战斗受伤 导致沉默不判重复昏了不准 怎么办 就在我急得焦头烂额之时 丁 系统提示 宿主可以吞噬白虎 或许可以得到新的能力 死马当作驼马医 沉默你可千万别死啊 我三蹦化作两蹦 一口咬在了白虎身上 吞噬系统发动 丁 随着我吞下白虎 系统传来消息 宿主获得新技能白虎气息 当伤者接触素质 破液或者血液时 被加速伤势 恢复素质 我一直处于你 有多少血 那岂不是指 我这可都是为了救你 你醒了之后可不能翻脸 我瞥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沉默 闭上眼一阵萌 系统成不欺悟 很快沉默在我的治疗下就清醒了 刚才谢谢你 没事应该的 我看着已经恢复的沉默 心中暗倒 麻蛋这技能不能对女生乱用 副作用很厚 我们该回你的灵兽宫 此时逃脱的长老 也回到了灵兽宫 哭通一声直接跪在 那是不好 本地 女帝陨落 广场的弟子文言一惊 陨落 广场 忽然嘈杂的人群中 传来一声女子 本地不是在正吗 另一边 我和陈默刚回到灵兽宫 就看见灵兽宫正在进行 新女帝集位的典礼 门口的小塔拉米 见我们空手而来 直接拦住了我们 你瞎骂 你眼前这位才是灵兽宫的正牌女帝 我的叫骂声很快 吸引了在维护秩序的大长老 大长老顿石面露惊恐 连忙走上前喝赤道 瞎了你们的狗眼 这才是真正的女帝大人 还不快拜见女帝大人 李毕 大长老悄悄靠近陈默说道 女帝大人不好 宫门有人要窜危害你 此处说话不方便 请您随我来 但走着走着我和陈默就发现了不对劲 喂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进林子 陈默沉声问道 可得到的却是大长老英臣的回忆 虽然不知你们是如何逃脱的 但女帝宁没能和神兽结灵 这是事实 说着打了一个响指 林子里突然出现一双星红的眼睛盯着我 遭了是圈套 陈默立马反应过来抱着我躲开了攻击 一只体型硕大的黑族赤狐拦在我们身前 身后几只异兽也冲向我们 见状我和陈默立马武装融合 一拳先解决了后面的三只灵兽 但此时赤狐的嘴里已经凝聚好能量 然后张嘴射向我们 说时时内是快 陈默凭借超快的反应能力 又是一拳 直接将能量打了回去 不到片刻 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 陈默便结束了战斗 大长老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愧是曾经的女帝大人 哪怕是与区区的铁皮勇结合都能有如此威力 可惜灵兽宗需要的是能降服强大灵兽的女帝 说霸养破手指 顿时一个巨大的血红色阵法浮现在我们头里 强大的威压直接解除了我和陈默的武装融合 陈默单膝跪地 而我直接口吐白沫昏死了去 好不容易回到宗门 我和女帝却被阴了 灵兽宗需要一位强大的女帝 没能收服麒麟的女帝自然就成为了宗门的弃子 抱歉 您不该回来的 大长老花音落下 他身后早已埋伏好的弟子纷纷走了出来 看着突然杀向自己的弟子 沉默迫切需要一个武器 贴了一眼已经昏迷的我 对不起 然后一把抓起我的尾巴 三下五除二解决了战斗 大长老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沉默 怎么会这么强 他的灵兽不是已经被封印了吗 随着战斗结束 这时大阵也开始消失 威压散去 我也从昏迷中醒不过来 怎么回事 我的头怎么突然好疼 沉默有些不好意思地扭过头 没什么 你刚才中了他们的陷阱 这时空中传来一阵撕裂空间的咔咔声 伴随着强大的能量 一只圣灰帝师赫然出现在眼前 老夫本不想亲自动手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沉默后撤一步 请勇 明白 看着扑向我们的圣灰帝师 我和沉默立即进入武装融合状态 一拳迎上 爆炸的鱼波直接震飞了地上的地子 此时的大掌老已经惊得目瞪口呆 他不敢相信沉默竟然正面 接下了圣灰帝师的攻击 圣帝师后 一旁的大掌老联盟运行法 正开始操控圣灰帝师战斗 听见试吼的瞬间 沉默一时失神 原本冲向圣灰帝师的身体一致 反被他一掌拍了出去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撞断了身后的大树 沉默怎么回事 我刚才突然慌神了 哼 圣帝师后会让人短暂地失去意识 大掌老在一旁露出了 奸济得逞的威胁 趁他并要他命 圣灰帝师的嘴里凝聚好能量 射向沉默 伴随着圣灰帝师的嘴里凝聚好能量 射向沉默 竟然眼睁睁看着能量射来没有动 沉默沉默 在我的呼唤中沉默突然惊醒 一个后空翻躲开攻击 是那个侍吼 沉默立马意识到问题所在 和他正面冲突太危险 我们需要一个让他变回蛮兽的契机 疯 沉默人由圣灰帝师的能量打 一阵爆炸声响起 大掌老他的口气 可惜了 就在大掌老以为我和沉默已经被打败时 一阵沙沙声 我和沉默出现在他的身后 沉默一激起向大掌老 解决了操控 那只狮子就不会那么棘手 果然失去了操控的圣灰帝师 凝借自身的野蛮打法 在沉默手下没穿过三个红 直接被一拳砸到了墙上 此时的大掌老也从昏迷中醒过来 帝师已死 你还想打的话我们奉陪 败局已定 大掌老面如死灰 沐通 直接跪在了沉默面前 心地极为关乎宗门根本 老夫是为了宗门才与您大动干戈 死在您手里我无怨无悔 但求您离开 不要再来灵兽宗 沉默 办他 我开口提醒他 他应该是身不由己 沉默有些心 他刚刚可没有留情 我直接解除武装融合状态 如果你下不去手 那就无怨 前任女帝与现任女帝的战斗一触即发 灵兽宗大殿内 新任女帝秦楚 坐在宗主的位置上 接受着弟子的朝拜 恭喜女帝登基 秦楚一脸享受地看着眼前的众弟子 心中暗自窃喜 果然跟御兽联盟合作是正确的选择 但也有不少弟子心存疑惑 突然就立心女帝 这分明就是篡位啊 秦楚也听到了场下的窃窃私语 看来还是有人不服本地即位啊 把他们带上来 以执法唐长老谭小优为首的女子 带着手铐脚铐被带到了大殿上 看到了吗 这就是逆挡乱图的下场 哪怕是曾经的执法长老也不例外 女帝大人才不会死 这一切都是这妖女的阴谋 听见谭小优竟然敢公然反抗自己 秦楚缓缓走向她 冥顽不灵的贱人 一巴掌直接打在她的脸上 那就让本女帝亲自纠正你的错误吧 说把拿起手里的铁链一边一边抽在她身上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只要你承认前女帝是个废物 并且败入我麾下 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休想 我就算是死也不会承认一个冒牌货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剑谭小优有言不尽情绪也被激怒了 看着朝着自己回来的铁边 韩小优心里想着却是 女帝大人 来世我在效忠于您 可预想的疼痛感并没有传来 镜头拉远 原来是陈墨及时赶到 长下来却致命一击 女帝大人 韩小优激动地抱住了陈墨的腿 我就知道您没那么容易死掉 这些果然是那妖女的阴谋 陈墨若有所思地看着地上的女子 一阵回忆涌来 她是我的甜果 既然如此 打狗也要看主人吧 我重生成一只 拥有六块腹肌的铁皮蛹 全能笑花 则重生成了灵兽宗的玉兽师女帝 而玉兽师一共有九个段位 由高到低分别为 天书镜 天旋镜 天机镜 天拳镜 预横镜 开阳镜 遥光镜 动明镜 影缘镜 美镜又分十阶 街上集 秦楚一脸阴沉地看着眼前的陈墨 大长老不是说你已经被干掉了吗 你说那边的家伙 此时的大长老已经被五花大捆扔在大殿上 嘴里还呜呜地嚷着女帝大人对不起 哇女帝大人好厉害 韩小优对陈墨的崇拜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 陈墨不好意思地推了推她 打败大长老又如何 我能让你死一次就能让你死第二次 突然一只大手拍在秦楚肩上 三个男人出现在他面前 收拾这种废物 又何须女帝亲自出手 看着比陈墨高出两个头的男人 韩小优一点吃惊 他们怎么会出手 你认识他们 他们是灵兽门的三位太上长老 拥有天拳镜修为的强大御寿师 那陈墨呢 女帝大人已经是天机镜八街 那岂不是可以直接碾压这些渣渣 韩小优却握紧拳都愤怒地说道 但可恨女帝大人之前的灵兽 被偷袭牺牲了不说 现在又签订了你这么垃圾的灵兽 实力不知道降到什么境界去了 可以了再说我咬你了 三位太上长老见我们还在侃侃而谈 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直接召唤出自己的灵兽 利毛马 巨角鹿 双头蛇 三只灵兽一起攻向大殿中的陈墨 一个后撤躲开三只灵兽的攻击 我和陈墨立即开启了五光融合状态 陈墨双手直接挡下了巨角鹿撞击 好大的例子 骨手掀翻白虎的陈墨此刻竟有些颤抖 不对 下一秒陈墨直接咳出了一口血 这是什么 他的身后不知何时飘起来一层紫色的薄物 一旁的紫衣男子一脸阴沉地说道 快 我已经用双头蛇的毒素控制住他了 赶紧干掉他 白发男子文言利马操控自己的利毛马发起进攻 只见利毛马身上的鬃毛一根根粒起划做坚韧 冲向陈墨 糟糕 躲不开了 腹背受敌的陈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利毛马冲来 呼呼千军一发之紧 谭小悠挡在了陈墨的身前 看着谭小悠倒下的身体 陈墨的脑海里又闪过和舔狗的美好 尽管那些记忆不属于他 真是可悲可泣 而一旁的三人还在嘲笑谭小悠不自量力 就在这时陈墨说了一句不可聊述 愤怒的他竟然直接举起了巨角度 跟向一旁的双头蛇 一下解决了两只灵兽 哼 把暴起舔狗跳开利毛马攻击 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系统 有没有能抵挡这个的新技能 跑得还挺快吗 利毛马加大火力 演出越来越多的利润向我们飞来 丁 系统突然提示 帝师消化进度已达80% 获得新技能圣地狮吼拳 陈墨快使用新技能 明白 陈墨一个转身 异直 强性的拳组直接震在空中的飞刃 打在利毛马身上 怎么可能 仅仅只是一拳吗 一旁的两人同样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圣地师侯 不是大长老灵兽的技能吗 为什么沉默能用 被绑的大长老却是心中一惊 那铁皮勇绝非凡物 前任女帝和现任女帝的战斗拉开帷幕 我的麒麟形态首次登场 一群废物 败下阵来的三位太上长老 直接被秦楚一鞭子拿下了人头 还是得本地亲自出马 秦楚左手掐掘 强大的能量在空中溢出 耀眼的光芒闪动 一只长得像樱桃小玩的 爷爷的巨石员出现在大殿中央 殿中的弟子立马就认出 这是秘境深处的灵兽 这种级别的灵兽 可以媲美天玄境的高手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跪下来像条狗一样求我 承认自己的无能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做梦 沉默一个俯虫功向清楚 不知好歹 巨石员给我碾碎这两只虫子 用圣地示吼拳一击解决他把沉默 明白 随后就见沉默一击蓄力 打向巨石员 然而这拳不仅没有伤害到巨石员分毫 反而被七一八掌拍了出去 你没事吧沉默 没事 还能站起来 还没等他站起来 巨石员的拳头又挥了过来 沉默一个跳跃躲过攻击 不行 这只灵兽太强了 看来只能像对付大长老那样 执击本尊了 可这一切在秦楚看来 只是毫无意义的抵抗 因为他的脚下还藏着一只炎狙蟹 沉默一拳打在炎狙蟹的外壳上 碰撞的能量直接让沉默后退好几米 反观炎狙蟹的壳上却没有一丝痕迹 强大的防御力比巨石员只高不低 还没等沉默反应 炎狙蟹挥舞着蟹拳弓向沉默 沉默一个跳跃躲开蟹拳 却没躲过身后的巨石员 烟雾散去 我和沉默直接被这一掌解除了武装融合 沉默身受重伤直接昏了过去 巨石员给他们最后一击 我眼睁睁地看着巨石员的双手砸下 在睁眼 我却被系统拉到了一个静止的空间 第一 因系统感应到宿主存在威胁 限给予宿主两个选择 一 力量转移给契约者 激发麒麟百分百能力 变成全盔甲形态 二 独立战斗模式 净化为麒麟独立个体战斗 但只能激发麒麟50%能力 此时的沉默处于昏迷状态 我选二 确认选择 附加新能力跨界吞噬 伴随着金色的能量涌入我的身体 净化开始 古龙形态的灵兽 文言我也瞟了一眼自己 卧槽 这百里透红的肤色 这孔无有力的臂 我怎么变成这样子 我重生成了六块腹肌的大虫子 但我却拥有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吞噬融合系 在我和沉默即将被巨石员一拳进去之时 我成功进化为麒麟右手手态 双脚引上巨石员的双拳 挡下了一击 呵 还在垂死挣扎 巨石员使用巨石拳击 看着巨石员蓄力了一拳 Hello Kitty不发为你当我病猫啊 我现在可是麒麟 一个甩尾 西飞巨石员 再借一个52码的大人 巨石员两眼一白硬邦邦的躺在了地上 乖乖躺 下一个 闻到你 我冷冷地看着巨蟹 别得意太紧 颜巨蟹给我拦住了 不过是硬一点的螃蟹 让你瞧瞧什么是真正的圣体事 给我过 下一个 一个巨大的蟹拳直接飞到巨蟹的面子 居然连有绝对防御的颜巨蟹也挡不住 秦蟹慌了 结束了 看你还有什么招数 哼 我的背后可是玉兽联盟 你要是敢杀我 不论以后你们躲到哪里都被纠缠上 玉兽联盟那是什么骨质 那可是 没等秦蟹开口 他的身体一看 老海传了一声呵斥 住嘱 你说的太多了 紧接着一双无形的大手 直接捏爆了他的心脏 秦蟹口吐鲜血 阴身绑地 而他临死前提到的玉兽联盟 也引起了大殿里 一座狗 玉兽联盟 是那个打着解放灵兽 自由四处破坏的狗狗吗 没错 而且他们还能契约多只灵兽 真没想到死去的女帝 竟然和他们有勾结 玉兽联盟 我心中暗暗记下了这个名字 沉默沉默 结束战斗我 联盟上前查看 还在昏迷的沉默 听到我的婚姻 沉默缓缓睁开的眼睛 我没事 你是情勇吗 沉默不太相信地看着我问你 没错 我获得新能力进化 本该重伤死去的谭小悠也醒过来 除了疑惑自己为什么又活过来 还疑惑身上为什么年龄 败境也巨大 随着这场战斗落下龙木 沉默也重新拿回来本属于她的女帝 殊不知此时的山上 一个白发少年正关注着灵兽宗的一击一动 仿佛早已知道秦传的失败 看来还得我亲自充满 学渣重生玉玲大陆 进化成为麒麟 好不容易帮学霸孝花拿回属于自己的女帝 公营女帝 就在宗门弟子跪拜之时 大殿外却传来惨叫声 何回事 等秦勇和陈墨来到广场上时 除了满地的尸体空空如影 秦勇头顶 顺着陈墨的提示 天空上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裂缝 对 那是敌人的灵兽 陈墨话音刚落 一道灰色的能量朝他 小心 我一个转身挡下了攻击 然后警惕地抬头盯着黑色裂缝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阵鼓掌身传 竟然能防得住暗影狼的攻击 不错 天上的裂缝也渐渐散开 一个狼颖从现 谭小悠明显认出了眼前的男子 竟然是领兽六人众的楚郎 他很强吗 刚重生的我对这个世界的信息了解得太少 当然 如果说天机镜的女帝就已经是万里飘一了 那楚郎这种天玄镜的爵士高手 则是凤毛领角的存在 而领兽六人众每一位都至少是天玄镜以上 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对手有多强 反而比他更嚣张的问答 那么这次领兽宗也是你们背后宝鬼 秦淳儿与我们盟主做了交易 虽然得到了力量 但不仅失败 还暴露了我们的存在 死不足惜 放心吧 我马上送你们下去找他团聚 话已至此 这场大战是必不可免 我轻轻放下沉默 面对强大的敌人 必须趁他大意之时一击必杀 先下手为强 我一个月起 航大的能量在我嘴里跪断 吃吼冲击波 直接喷向主 烟雾散去 刚刚的位置却空空如影 不见了 就在我疑惑之时 我的头上凭空出现一个蠢动 一记狼爪直接将我击飞 暗影狼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 呵 我还以为能把联盟排名第八的 疫情打败的人有多强 暗影狼给我干掉他 随着楚狼的声音落下 暗影狼的力爪突然向我抓来 直接将我死死地按在地上 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都不容小觑 就连行踪也捉摸不定 不过这么近反倒是个机会 我趁机一个蓄力 吃吼 击波再次发动 直接打下暗影狼 烟雾散去 我看着空空的天空 看来是解决了 刷突如其来的狼爪 请客间将我击飞了出去 就这点能耐吗 我可还没热身呢 暗影狼使用暗影冲击波 刚起身还没站稳的 我看着袭来的冲击波 一个跳跃闪躲 好强的能量 看来硬碰硬是不行了 得找到他的弱点才行 你以为你躲得了吗 楚狼一个箭矢 暗影狼一个闪现咬住了我的尾巴 将我甩了出去 而我则趁机抓住了他的皮毛 我就不信我抓着你 还打不到了 是 既大的能量射穿天际 射中了吗 经历了两次打空 我的心里也不确定起来 可笑就凭你 暗影狼用分身顺杀阵控住他 顿时天上凭空出现了无数黑洞 每个黑洞中都藏着一只暗影狼 无数的暗影狼朝我攻来 煞事进化的一枪流卷中将我困在其中 冰 此时系统也发出词告 宿主能量不足 一分钟后将解除变身 请勇 见我身处险境 沉默也奋不顾身地跑向我 又拿灵兽宗和我交换 不然我就折磨他到死 你可要考虑快点 别答应他 我有办法打败他 还在嘴里 暗影狼直接打爆他的头 我看着俯冲向我的暗影狼 好机会 脚下一个蓄力 粉碎剑塔 直接踩向暗影狼 两股强大的能量撞在一起 烟雾散去 尽管我被这波能量震飞出去 但我也成功逃出了分身顺杀阵 哼 逃出去又如何 垂死挣扎罢 那可不一定哦 说完我跳上巨石员的尸体 躲裹着巨石员的身体 暗影狼的攻击也随之到来 沉默和谭小悠 看着眼前的荧幕也大惊失色 哼哼 成功了 烟雾散去 吞噬完巨石员的我赫然进化 成为巨石员凯形态 我拥有最强融合吞噬系统 低靠性 成功进化巨石员凯状态 可不想灵兽宗备后的黑手 竟也会吞噬进化 就在刚刚我成功进化 并接下了暗影狼的攻击 我开始了我的反击 这一次我一脚 直接踢破了暗影狼的牙 什么嘛 原来你的力气不大了 哼 大意了 吞噬进化而已 我也会 暗影狼进化 月影狼人 随着褚狼话音落下 原本魅影般的暗影狼 逐渐凝聚成一个狼人的形态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一击月影冲撞 直接将我打得倒飞出去 好快 还没反应过来 狼人又来到了我面前 一把抓起我 摆向空中 然后张开嘴巴汇聚能量 竟是想在空中解决我 我自然不能坐以待避 一击是吼攻击波 两脚 产生的冲击波 让沉默静有些睁不开眼 动 就在我以为平安落地之时 狼人静不意地出现在我身前 一口咬在我的手臂上 我碰剑塔 趁着他攻击我静止的状态 我一脚踢在狼人身上 原本只是为了挣脱狼人的攻击 但意外的是 这次的狼人却没有化作影子 直接被我踢飞 看来净化的代价是 失去影子的能力啊 那就看看谁的力量更强 趁着狼人被我击飞还没缓过来 我火力全开 就是一击粉碎剑塔踩在他的头上 眼看我和月影狼人的战场越来越远 谭小悠打起了楚狼的主意 这家伙灵兽不再是个好机会啊 说着便召唤出自己的灵兽绿草灵 绿草灵 使用植物红杖 反观楚狼 正在观望我和月影狼人战斗 完全忘记了下方的沉默和谭小悠 等他反应过来 已经被身下的绿草捆入 去死吧 谭小悠手持绿藤剑直接刺向楚狼 一刀下去却发现刚刚的楚狼只是个影 楚狼的本体早已不知何时出现在谭小悠下方 区区一个天全境的杂鱼 别敢叫小 暗影砸 只见楚狼身旁的影子化作力刺飞向谭小悠 而谭小悠也立马利用绿藤编织成一堵墙 挡下了楚狼的攻击 绿草灵用绿藤天网 一时间楚狼身边的植物开始通常生 最后净化作一个囚龙将它囚禁在其中 女帝大人快去爽情用 灵兽离操纵者越远力量越弱 撤我在这里拖着解决掉她的灵兽 好 沉默听完立马跟向武克 看来我被想敲了 去去天全境竟敢舍身拦我 那就让你亲身体验夏天全境和天玄境的差距 命 我已经和狼人大战了三百回合 我一个破绽被狼人一击打飞 烟雾散去却空空如也 我早已躲到一旁 一击 直接打在狼人身上 强大的攻击力直接将地面击碎 狼狈不堪的狼人刚站起来 乘胜追击 我一个屁兜从天而降 却被狼人一个侧身躲过 然后一个肘击 我的身体像打水漂一样飞了出去 怎么回事 我的力量好像跌落了去 银 七月灵兽离开七月准越远 力量就会越弱 哼爹啊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不早说 你的系统也太不智能了 你也没问 这是沉默的声音传来 行运 谭小悠拖住了蜀牢 我现在往你这边看 等我到了我们一口气 解决掉他的灵兽 等一下沉默 我刚想阻止沉默 沉默已经出现在 我和狼人的上方 狼人也发现了沉默的身影 直接改变方向 攻向沉默 你的对手是我 察觉暗影狼的意义 我也立马做出反应 用身体硬扛下了狼人的攻击 然后一个神龙白尾 击飞了他 但硬扛下这一击 也导出失血过多 直接瘫砍在地 失去了战斗力 警告 宿主失血过多 濒临死亡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但此刻的我更担心狼人 会对沉默下手 沉默也焦急到 行友 我该怎么做才能帮你 丁 这是一个面板 忽然出现在沉默面前 是否触发灵魂契约能力 这是特殊记录 沉默也想起来 当时穿越时 自己确实要了一个特殊记录 条件是只要能帮助 行友所行 看来就是这个 是 随着沉默按下去认解 一阵耀眼的红光 将他和我包裹 一种力量瞬间涌入我的身体 沉默的声音也随之传来 行友 我使用灵魂契约和你 融合成了一体 增强两倍以上的能力 但时间只有三十秒 速战速决 三十秒不够 本来我就和狼人不分上下 更何况增强了两倍的力量 而且我还能站起来 狼人一击左抛向我吞来 没用的 我一手直接拍飞力量 看着不仅是冲向我的狼人 慢 太慢了 我伸手直接抓住他的本体 然后一记重拳 看来天玄境的灵兽 也不过如此 然后嘴里会均入 同年一阵烈焰心 狼人被烧的连渣都不少 只是可惜了 不能把他吞噬点 这时系统也提示到 灵魂契约结束 我和沉默也解除融合状态 是时候回去 把那个混蛋揍一顿了 我和笑花重生一届 大陆竟是未灭女神的阴谋 就在刚刚我和沉默 使用灵魂契约跨界 打败了天玄境的月影狼人 另一边 被囚龙困住的楚狼一剑 斩断了所有藤蓝 就凭几颗草也想难入 谭小悠电撞一剑弹向 他却被楚狼挡下 可恶 拖了这么久 竟然还有这么强的力量 不自量力 暗影 绿藤墙 还是原来的配方 挡下楚狼的影刺 谭小悠双指掐掘 绿草灵 葵花 楚狼身旁的绿藤诡异地 开出了长满葵花子的葵花 已落 谭小悠化了 所有的葵花子 犹如子弹上方 突然射向楚狼 趁现在 绿藤掌 一只青藤标志而成的手掌 出现在楚狼上方 直接扑向他 我说了没用 楚狼一剑砍断手掌 然后直剑冲向谭小悠 暗影是浪斩 糟了 谭小悠看着直逼而来的剑气 多重绿藤墙 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多重绿藤墙直接被击毙 谭小悠也直接被击飞出去 破碎的藤蔓散落一地 还挺顽强 竟然没有被一击击杀 这时楚狼的身体突然一颤 这个气息是 阅影狼人被人干掉 也罢 就让我过去杀他的措手不及 站住 想走 我还没答应呢 还能站起来 那就再给欧倒下吧 楚狼随手一挥 一道能量打向谭小悠 谭小悠一个跳跃躲开 不会有错 这一次他看清了 从一开始到现在 楚狼所有的攻击 全部来自影 那么说只要切断 他和影子的联系就行了 绿草林使用花海 楚狼疑惑地看着脚下 长出密密麻麻的花朵 不明白谭小悠在做什么 下一刻他脚下的花海 突然灵光闪耀 这亮光难道说 楚狼心中一惊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你现在的力量 应该是来源 你影子里另一只灵兽 现在我切断你和影子的联系 你就使用不了 那种强大的力量 什么 看着冲向自己的谭小悠 楚狼立马想召唤灵兽敌 可得到却是影子里 暗影无微乎其微的回忆 失去所有力量的楚狼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谭小悠 冲向自己的结束 谭小悠看着脑下的楚狼 松了口气 可恶 没想到我居然会输给 天全境的垃圾 刷 突然一堆灰色的影子 从倒下的楚狼身上散开 想逃 煞时谭小悠操控 藤蔓攻向他 随着藤蔓的攻击 谭小悠才发现 此时的楚狼早已逃脱 现场留下的 只不过是一具封身 果然天全境的人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战斗结束 谭小悠也撑不住倒下去 小悠小悠 很快情勇和沉默 也找到昏迷的谭小悠 谭小悠虽然没死 但伤势很重 就算套我的舌头 一时半会也没法恢复 这是我和沉默的身后 突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火 未免女神缓缓地走 恭喜你们完成新手试验 成为独当一面的御寿师 同时也拥有了 争夺王位的资格 争夺王位的资格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 你们接下来需要参加 一场大逃杀 什么 转生的时候 你可没说过这件事 我气愤地质问他 我可是慈爱的神 不会拒绝任何一个 游荡的灵魂 但这个未免的世界 却是存在人数上限 一旦超过这个上限 世界就会崩坏毁灭 为了保护世界的平衡 每个未免的世界 会有不同的作法 比如你们原本世界 发生的无法干预的自然灾害 不过不用担心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平等 我不会擅自决定 每个生命的死 决定权留给你 由你们自己决定 现在系统 会向你们说明详细规则 说着一个面板 出现在我和沉默面前 我和笑花重生一届大陆 竟是未免女神的阴谋 当我和沉默使用灵魂契约 打倒暗影王之后 却被未免女神 告知我们即将参加一场大逃杀 只因每个未免的世界 都存在着人数上限 一旦超过这个上限 世界的平衡就会发生崩坏 最终毁掉整个世界 为了保护世界的平衡 每个未免的世界 都会有不同的作法 比如我们所在世界中 发生的无法干预的自然灾害 现在这个未免也是如此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 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不会擅自决定 谁该活着谁该死去 我把决定权留给你们 现在系统会向你们 说明详细规则 说着一个面板 出现在我和沉默面前 任务目标 争夺王位的选拔权 所有穿越者 都将被赋予王选者的资格 并给予2000点数 王选者能够和其他王选者 或者非王选者的人 组成团队 每个团队都需要决定一名领袖 决定的方式通过 王选者的投票决定 非王选者没有投票资格 领袖拥有绝对命令权 包括王选者在内 团队不得违抗领袖的命令 当领袖因为对抗阵亡时 下一任领袖将重新通过投票决定 期间每一任王选者 都将拥有脱离团队的权利 最终存活的王选者或王选者团队 将获得返回原来世界的权限 以及带走得到的所有点数 务必在实现内完成当前的目标 否则您或者您的团队将全员死亡 当前任务 吞并或者解决掉一个王选者或者团队 时间限制13天 基本奖励2000点数 失败则死亡 当然关于点数 跟你们原来世界的兑换比率是1比100 拿到的越多 返回时能带走的就越多 而且根据完成的情况不同 会得到相应的额外奖励 这次大逃杀的舞台是整个云林州 在这里将会有100位王选者 去争夺属于你们的机会 打开系统云林州的地图 其中成色标记就是你们现在的位置 而白点标记则是其他王选者的标记 请勇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白点 这个未免竟然有这么多重生者 不过既然能组队的话 不如大家都组成一队 带着2000点数的地宝回去不好吗 要是那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 你们之所以被选中 是因为有着迫切要返回的理由 至于这个理由吗 现在就让你们亲自去体验一下吧 随着未免女神一个响指 秦勇竟被传送回自己楼下 秦勇的母亲吃惊地看着眼前的秦勇 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思念 一把上前抱住秦勇 阿勇你回来了 太好了 妈再也不用一个人 一个人 爸呢 爸在哪 你父亲在你失踪后终日奔波操劳寻找 导致救急复发并且瞎中失去了意识 现在你爸只能依靠呼吸机救火了 要想治疗得一大笔钱 说着秦勇的母亲突然开始咳嗽 秦勇看着咳嗽的母亲心中一沉 他母亲有志气管炎 平时都是吃药所以才没事 现在慧客这么厉害 也就是说家里的经济已经连药都吃不起了 既然大逃杀的点数能换档钱 那么我一定要赢下大逃杀 另一边陈默也坐在母亲的病床前 自我保护状态陷入沉睡 好在情况不算坏 只要后续配合治疗很快就能恢复 只是后续的治疗还需要花费不少钱 现在只有赢下大逃杀 那么治疗费就不是问题了 随着未免女神在意的响指 秦勇和陈默回过神来 怎么样 现在你们还要想着摆烂吗 两个缺钱的人默契地对视一眼 那就一起回去吧 面对陈默的邀约 秦勇爽快地答应 当然 就让我们成为最强 夺得王位吧 而此时 距离灵兽宗不远处的苗宗 苗宗谷魔女古月儿正规在地上汇报 已经确认 灵兽宗那边也出现了王选者 苗宗谷宗主江凡轻声一笑 果然不出我所料 最近那边那么大动静 我就觉得一定是有其他穿越者在 古月儿咱们先下手为强 你马上盖人过去拿下他们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夺走我的王位 有资得取得王位的人只能是我 眼前的女人被我舔了个遍 我说我是为了救她你们信吗 处理完谭小悠的伤口 我和陈墨的头顶一亮 卫面女神招手将我和陈墨召唤到卫面空间 有件很遗憾的事要告诉你们 就在你们犹豫的时候 参与大逃杀的门票只剩下最后一张了 也就是说你们其中一人 要永远留在异世界 就由你们自己决定谁来参加这场大逃杀的比拼吧 我和陈墨听到这个消息 却毫不犹豫地将机会留给了对方 就在我们吃惊地看着对方时 卫面女神开口说道 我已经清楚你们之间的击巴 其实我刚刚还有话没说完 由于你们签订了灵魂契约 让你们的灵魂合二为一 所以你们两有一张门票就足够了 而且由于你们在新手试炼的出色稳限 我还愿意将试炼中的一种能力或者事物赐予你 等等 能不能先告诉我们 你一直说的新手试炼是怎么回事 简单来说 新手试炼就是让你们熟悉整个世界 只有通过试炼才能进入大底屋参加下一场游戏 这么说我们之前经历的都是虚假的 并不是虚假 但却对你们有新手的保护效果 不然你真的以为自己可以越级打败那么强的灵兽 卫面之神说愿意将试炼中的一种能力或事物赐予我们 那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强力的技能才行 秦勇你觉得我们要什么奖励好 听到沉默的话秦勇也思索起来 那就带上谭小游好 技能靠自己的吞噬系统就够了 但忠诚的伙伴却来之不易 你确定要带上他吗 确定 那就如你所愿 在得到秦勇确定的答案后 卫面女神缓缓散去卫面空间 当秦勇再次醒来时 他们已经回到零售中 看着重伤昏迷的谭小游 再不救他就相当于白白浪费了一个奖励 你有办法治疗他吗 有 秦勇自信地回头打倒 吞噬掉十元之后我感觉自己也变强了 尽管谭小游这次伤得很重 但只要能让自己全面深入治疗也不是没办法 下一秒 从昏迷中醒来的谭小游 只看见秦勇伸着舌头向他舔 剩下门外弟子不明所以地听着一阵交喘 好了 等他身上的口水干了就没事了 你看精神多了是不是 谭小游一脸愤怒地看着秦勇 秦兽 女帝大人快管管这只无耻的虫子 我这是在救你好了 就在秦勇为自己争辩之时 卫面空间突然传来一道提示音 王选者请注意 新手试炼即将结束 王选者之前拥有的能力都将消失重置 紧接着一个新的面板出现 王者争夺系统加载中 随着王位争夺系统加载完毕 卫面女神突然从空间裂缝中走了出来 接下来由我给你们做详细的规则介绍 毕竟知道的越详细对你们自身越有利 接下来你们将进入真正的意识界 这里所有的修炼者都只能拥有一只灵兽 灵兽的等级与其主人绑地 灵兽等级一共有从一到一百级 灵兽与四主提升到一定等级之后会解锁更多技能 甚至进化出新的形态 同时灵兽们拥有各种独特的属性 属性相生亦相克 所以战斗时也要注意配合与克制的关系 每一位王选者都拥有一张系统地图 地图上标注了整个世界的重要地点 当两位王选者距离较近时会互相提醒 但并不会指明确切身份 王选者最多可以组织五人小队 另外我还需要提醒你们一句 为了防止王选者消极比赛 大地图的边界将不断缩小 而处于边界之外 将会受到无尽受潮的攻击 听到这里我和陈默一愣 连忙打开地图 却发现我和陈默的位置已经在边界之外 卧槽 卫面女神这老六不早说 得赶快往边界里面跑才行 我拥有最强吞噬融合系统 依靠系统成功进化麒麟形态 好不容易解决完宗门大乱 却被卫面女神告知这只是一场新手试炼 真正的大逃杀才刚开始 为了躲避受潮的攻击 我和陈默带上谭小悠立马动身前往安全区域 却不料刚出门就收到系统提示 王位战争正式开始 王选者等级重置为一级 同时一伙不明兽群正在向我们靠近 尽管我和陈默用尽全力赶往安全区域 可受潮的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很快系统便提示我们已经被受潮追上 但奇怪的是此刻的森林却出气的安静 就在我以为系统是不是搞错的时候 一阵沙沙声从树后传来 紧接着一只头顶皇冠的兔子出现在我们面前 什么吗 谭小悠指着眼前的兔子笑话 这只小兔子难道就是你说的受潮吗 我看着眼前的兔子心中一惊 这不是当时自己刚穿越过来时 追着自己跑的兔爷吗 危险快离开他 还没等我提醒 谭小悠身后的兔子眼睛一合 张开他的大嘴直接扑向谭小悠 接下来就是紧张刺激的大逃亡 就在这时身后的蹦哒兔竟然从嘴里吐出一堆小蹦哒兔 眼看场面开始不受控制 我依然决然从沉默手中跳下来 看着慢慢逼近的蹦哒兔群 果然这种关键时候还得靠我 我一个蓄力刚想使用圣地式吼炮 却只是原地打了个宝 随着系统提示 我这才想起来我的技能和等级已经重置 就在我愣神之际 两只蹦哒兔已经冲了上来咬住了我 眼见我陷入危险 沉默一把上前解决了两只蹦哒兔 脱离危险的我连忙打开属性面的 好在虽然等级和技能重置 但合体的技能还在 围巾之际也只能搏一搏了 随着融合技能发动 我和沉默切换铁皮勇臂甲融合形态 很快就解决了冲在前面的小蹦哒兔 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蹦哒兔 谭小悠也召唤出绿草灵加入战斗 一个藤蔓臂替陈默挡下身后 准备偷袭的小蹦哒兔 同时利用藤蔓胶支撑保护网 将蹦哒兔挡在外侧 就在我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时 却发现挂在藤蔓上的蹦哒兔 已经开始砍视藤蔓 糟了 我的心中一沉 按照这个速度我们肯定会被消耗死 必须速战速决 被可爱的兔兔霸凌怎么办 第一次我选择战术性撤退 再次遇见 我决定不再退缩 行贼先行王 我和陈默刚制定好境 蹦哒兔已经突破绿藤草组成的保护 向我和陈默袭来 陈默一个后撤躲攻击 然后转头让谭小悠用绿藤草 为我和他开辟一条路出来 我和陈默则准备拿下蹦的王 绿草灵 藤蔓突刺 谭小悠落 一根根藤蔓从地面凸刺而出 直接拦下向我们袭来的蹦哒兔 我和陈默则趁此击毁 两个大跳 在一个序列 陈默的狱卒直接踢在蹦哒兔王的上巴上 眼看皮糙肉厚的蹦哒兔王还想反抗 陈默右手又是一个序列 直接将蹦哒兔王打飞出去 烟雾散去 我看着倒下的蹦哒兔王 虽然等级已经重置 但系统还在 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慢慢的吃回 吞噬系统发动 吞噬完蹦哒兔王 我吐出个牙的皇冠 看着旁边的小蹦哒兔 现在你们还想打架吗 老大都没了还打个屁啊 看着四散逃跑的蹦哒兔 情贼先情亡 果然老祖宗留下的都是大智慧 这次系统也提示到 恭喜我和陈默打败蹦哒兔王等级连升两级 打赢了 就在我和陈默正准备松口气时 谭小悠却一脸惊恐地出现在我和陈默的二人世界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我们已经被兽潮包围了 顺着谭小悠的话 我和陈默向林中望去 林中已经匿匿麻麻挤满灵兽 完了这小完蛋 哼哼那可为你 正好试试刚刚吞噬蹦哒兔王获得的新技能 别说话 抱住我 看着向我们袭来的兽潮 我直接压缩自己的八块屁肌 以自己的屁肌为基点 极限跳跃 一个弹射起来 直接带着陈默和谭小悠离开了兽潮中心 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技能逃跑竟然有一点点奴婢 不知道飞了多高多远 就在我们即将落地成河时 谭小悠反应过来 连忙让绿草灵使用花海 在我们落地点 雾上一堂小鱼 还好虽然是帅脸先落地 但起码活了下来 就在这时 我的耳边传来谭小悠的呼救声 我看着被藤蔓缠住春光乍蟹的两眼 老脸一红 这是在做灭眼